好 觀眾 但也來關心 昨天台灣隊在世界棒球12強賽 是成功奪下了冠軍 而這一次台灣隊有非常多的球員 都是交出了非常精彩的成績單 而這次台灣隊球員其中三位 包括有林立 張坤 戴培峰 其實他們三位都是畢業於桃園 平鎮高中的棒球隊 而我們記者也實際來到了棒球場 可以看到他們的學弟們 也都是抓緊時間在練習棒球 那其實總教練也向我們透露了 這三位球員在高中時候的練習狀況 馬上帶你來聽 操作訪問 他們三個選手在我印象當中 他們在我們平鎮高中 本來就是一個三個都是主力選手 林立也好 江坤宇 戴培峰 他們三個都是從高1 就在球隊的主力選手之一的 成長幅度最大或許就是江坤宇 因為畢竟他高1進來的時候 他的身材比較沒有跟其他人像那麼高大 所以他在訓練當中 他非常的認真在做訓練 那額外的比較難難可貴的是 他訓練結束的時候 他會自己做一些他不足的地方 打擊也好 跑壘速度也好 他會自己去做加強 所以可以聽到教練也提到了 像是江坤宇 其實在高中時期就展現了 過人的毅力還有堅持 像是當時候其實他是沒有身材優勢的 不過他常常在訓練完之後 還會留下來自主訓練 所以在當時的時候也被選為了隊長 至於像是林立帶裴風 教練也透露 其實他們在高中時期 這個球技就已經非常驚人了 所以對於這次三位球員 能夠代表台灣隊 甚至進一步拿到冠軍也感到非常驕傲 以上在新時間鏡頭的佳環婆內